好明杰 这个美台之间除了防疫的合作 事实上也还有更密切的军事的合作 对真正的外交关系 所谓的交朋友 不是说这个 我们虽然跟美国没有邦交 但是患难见真情 除了医疗之外 事实上军事上面也是相互合作 而且不是只有美国帮我们 我们也曾经帮过美军 那不像大国 你就算中美之间 有邦交关系 但是我们看起来是在相互斗争 那我们这个才是实质的关系 我先谈一下 就是说最近美军在台海周边的 这个巡异 这个频率非常的高 那事实上从3月中开始 这个解放军军机上一次 他夜间出海 那逼近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之后 美国连续好几天 这个频率也是过去很少看到 如果我的统计基本上 大概在两周内 在美国军机在台海周边出现的 这个天数有高达8天 那我们不是说他这个过去没有这样过 只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公开 特别是他这一次 不管是他空中的这一个 EP3的电针机 或者是说P3的反潜机等等之类 他会开启他的这个识别 开启识别之后 事实上国际的很多网上就可以追踪 也就是说他本来就要公开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除了在这个时间点 当然他希望透过这样的动作 去这个告诉北京 不要在这个时间点误判 在台海 任何的有任何的这个军事挑衅之外 事实上我们昨天看到一个 也非常特殊的 就是说除了美国在帮助台湾 连我们自己当然我们也很尽力 在维护台海安全 但是我们也曾经帮助过美军 因为昨天我们的这个过去的前国防部发言人 叫罗绍合 他在他的脸书也非常罕见 写了一篇 那他刚好4月1号 他就讲说5年前的4月1号 那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也是这个前所未见 有两架的美军的F-18C的战机 那中间有一架是因为他的零附件出现问题 紧急向台湾求援 所以让他这个降落在我们的台南空军基地 那昨天因为这个时间点 其实也很特殊 我后来我还特别问了罗绍合 为什么这时候你要写这篇东西 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原因 或政治考量 他说没有很单纯 他只是觉得说 刚好4月1号 5年前同一天发生 那他只是说回忆到当时 他是在发言人任内 那他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 因为过程中 因为在那个职务很多东西 他是不能对外透露 但是他也强调说 就是说过去那一段经验 基本上我们帮美军解决 这样的一个技术性上面的问题 事实上也是一个人道救援 那对美军来讲 他们事后对我们台湾非常感谢 而且事实上过去台美之间 事实上不管政治上面的 这个大的气候怎么转变 台美的关系事实上是非常紧密的 那只是说因为他以前在位置上 他不方便说 那现在已经卸任了 所以5年之后 他认为这个时间点格外有意义 而且我跟他确认 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政治的目的 他就说没有很单纯 他也乐见台海未来是和平的 那也希望说 他也认为说台美军事上面 更进一步合作 事实上是有利于 未来的台湾安全 那是当然看法跟有一些推荐 好像不太一样 所以我也非常肯定他这一点 另外我们就是说 在这个时间点 还是要再次强调 我再follow一下 就这几天那个罗斯福号 那个事情 我们先前谈到说 他的舰长写的求救信 那这个求救信 现在看起来是奏效了 因为今天美国的这个海军 有这个公开提到说 未来同意让他舰上的这些官兵 某个部分是撤离到这个岸上 那特别是他们有一个数据 就是说事实上 他们现在已经检测了 大概1273名的 这个罗斯福号上面的官兵 那上面总共有4800名 那中间有确定的确有93位是确诊的 这个罗斯福号疫情 为什么持续关注 当然他牵动到整个亚台的兵力部署 但是看回来这几天 这包含上一周 美国还是从其他的基地 调派空中的兵力 不断的在台海巡疫 那对于台湾的这个台海的安全的维护 我觉得在这时候 反而是民族珍贵 患难见真情 好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